大家好 我是维佳 继续来到这一期的 拜拜家618之前的 拜家合集的 第二篇 在开始节目之前 先想跟大家做一个调查 你或者你的家人 有没有试过批发购物 有的话回个1 没有的话回个2 投票开始吧 那为什么一开始 就跟大家做这个调查呢 是因为今天的第一个 我要推荐给大家的打底梯 就是上一期节目当中 有朋友在我的评论区那里留言 让我去 1688上面批发淘来的一件 号称 比prinsta神得多的 重磅纯色T 搞来了这一款 prinx 一件白一件黑 实在不得不吐槽一下 速度真的太慢了 差不多等了一个星期 才到我手上 那虽然1688是一个 采购批发网站 不过呢 其实这上面呢 只要你数量够的话呢 其实少量呢 也还是能买得到 就像我们这一件呢 我买了三件 价格呢 就是35块钱 稍微贵一点 而上面标明了 只要你买过5000件的话 就会有27.5元的这个价格 谁会一次性买5000件 我皮来硬踢 且不美脏 呵呵 而这件衣服呢 在上面呢 有25个颜色可选 那相对于245克 这个高磅数的噱头来说呢 其实我更喜欢 它圆筒无侧缝线的 这种版型 穿起来的 会更加接头 更加舒服 而且呢 张家来标榜啊 它是用到了 复古的老汁机 来呈现这一种 更加浓郁的那种 复古感觉 比较粗糙 比较硬实 那对于卡机 或者复古爱好者来说呢 这应该是一大福音了 领口用到的这种加固处理 而且呢 在里面的领口这里呢 也有包边 所以穿起来呢 还比较舒服的 你觉得all不ok呢 来看看我的黑色 以及白色的上升效果 可不可告诉我吧 接下来不得了了 我买来了 新晋网红店 造酒日店里面的 4款重磅T 分别有280克 14支的新疆棉纯色T 这款T在他们店里面 销量是第2 59块钱 以及有230克的 陶瓷磨毛基础T 销量是第1 之前一度断货 后面已经补货了 已经出于个人好奇呢 我还买了320克的 重磅涉脂条纹T 价格很贵啊 129 我已经洗过一水了 另外更变态的是 500克 16支的 超重磅 新疆棉灰色T 99元 这款简直就跟一个 针织毛衣差不多的手感了 并且啊 对于之前经常在开杠 为什么国陶要用英文名字 要用英文包装的朋友 这一次应该就 刚不动了 因为从包装上面 包括小标签上面 领标 马术上面 他们全部都用到了 中文字体 值得点赞 而且呢 不同的磅束的纯色T 或者简约风格的T呢 他们都遵循了一定的做工的规律 比如说在领口这里呢 基本上都用到了双层螺纹包边的这种处理 下摆以及袖口的位置呢 也非常标榜啊 反复的提及 他们是用到了英国的Ghost 高式缝约线 以及必须要夸一夸的是呢 店内啊 对于工艺这种注视呢 还是比较清晰的 比如说对于客中的解释呢 对大家做了一个简单的科普 但还是要挑一挑骨头 为什么不拍点模特图呢 那就看我上升好了 从我的上升当中 大家应该能够感觉到 我买的虽然已经是有5码了 等于在他店里面的XL 但我穿上去之后 还是觉得会偏小的 如果你喜欢街头风格的话呢 可能要买到XXL才行 来自EcoRise的炒牌 运动同胞 228块钱 我买了两个草牌 不用多介绍了 在今年来说呢 他们在装备上面 有了更加多的选择给大家 包括衣服啦 包啦 以及前段时间非常火的拖鞋 基本上已经没办法在他们的官网 抢到原价的拖鞋了 这一点还是希望草牌 可以多多关爱一下普通的消费者 出多一点 给点信心给自己 做多一点货 OK 但随着近几年 草牌 这个梗很火 这个草花头 不得不说很有辨识度 目前也有山寨了 他们用的不是这个草 而是这个草 所以你看到这个草牌 基本上就是假货 OK 只有这个草 或者EcoRise 无中生有 才是他们的真货 整体是用到了比较普通的这种 迪伦的材质 低禽霜说法 蛮普通的 高禽霜说法 快杆 轻便 厚度适中 那我个人是比较喜欢这种卡齐色 看起来会更加有高阶感 他们把它好像叫沙漠黄 然后黑色比较普通一点 你更喜欢哪一个 我们也可以来投一波票 空间的布局还是十分合理的 在包身的四面都有拉链 在主体的兜内 还有一个暗格 可以给你放一些小物件之类的 所以如果你平时旅游 或者运动的话 一个包应该可以放下 很多不同的东西了 我们不如试一试 里面一共可以装起多少东西吧 OK了 兄弟们 OK 现在跟大家分享一下 618期间值得优手的潮流周边产品 普克盲盒 是我最近发现的一种全新的盲盒 不仅实用 而且很有品味 还具备潮流收藏价值 然后一套里面 有四副 我买了两套 就一共有八副 如果之前有了解的朋友就知道 这是来自bicycle单车普克牌 作为一个拥有130多年历史的 美国普克牌公司 他们的产品的自然出了名的棒的 也是深受高端 以及潮流玩家的喜爱 你看看这些明星 包括这些球星 都有使用过都是他们的fans 甚至在去年 他们还跟Supreme有过联名 他们最近推出的这一套IP联名盲盒 就很有意思 一套是四副 有机会开出常规款 或者隐藏款以及超限量款 以及是每一套 声称是必出一个限量版的 包括bearbreak 还有火影 腾老师的联名 海贼等等的联名 都可以从中开出 那我们来把这两套开一开 试试手气吧 好运来 我们好运来 第一套就出奇迹了 家人们 龙珠 太棒了 这里面还有龙珠 不同的角色的形象 印象在上面的 toki doki doki 特别版 布朗熊常规款 再来一副超限量隐藏款 这个是bearbreak 这个黄色很经典 黄红配色 同龄布朗熊 布朗熊 全家福 Friend们 成员了 朋友们 toki doki 也还好啦 也是隐藏款啦 OK 可不可 1到10分 打个粉 告诉我 OK 现在跟大家分享一些潮流家具的周边 就是我最近收到的这个 Moho Land香托 加金油 这个129 这个89 不要以为这是渣渣把他摔烂 哈哈哈 不管渣渣的事 进来就这样断了一个耳朵 比如施大人的无毛毛造型的 扩香石 有没有很有压味 那比起香之类的香薰来说 逼格高太多了 天香的方式呢 也非常的特别啊 在这个 Virus大人都为 滴几滴 要慢慢它会吸收进去 就会把味道 散发到你的室内环境 不过只得提醒一点是 其实它的香味并没有特别浓啊 所以就比较适合 可能小型办公室啊 或者说自己家里面 房间里面使用 还是很有仪式感的 对不对 那最后巡礼还要跟大家分享一下 配饰 这一条呢 是我近期收来的 从成都 Wenway店里面买的一套 绿松石 加琉璃珠的银饰 那这一个品牌呢 叫 Come True 它是一个 2019年成立的国银品牌 竹银把家乡青藏高原的隔山花 表现在它的饰品当中 这是一个由银币所打造 应该是太阳造型的银柄 中间有一个品牌logo打造成的一个点金 然后还有一个小的鹰爪 加一朵小银花 这样组成一套 这个价格是4000多 所以这一个才是我推荐的 蓝牌 DEVS的古部偏织 仰化铜口哨 项链 70美元就OK了 其实这是一款 2019年他们品牌出的单品 运用了纯手工的 这种 Indigo的风格的挂绳 这一条绳子 用了三股绳的这种编织方法而成 粗细均匀 而且没有过多的毛边 就带起来 摸起来都很舒服 而且这个铜口哨 真的是可以吹得起来的 广东话有一句叫 叫吹鸡 什么叫吹鸡 就是喊人 你们那一边一般 扣马 斑马 吹鸡 喊人 一般是用什么字语来表达的 欢迎再跟您告诉我 而且它非常贴心的 单条绳也是出售的 单绳只要33块钱 你完全可以 就买一条绳子 然后自己加一些 不同的配饰上面也可以 一年世纪都能搭配出 不错的风格 OK 那么今天推荐的 宣布产品按照顺序 大家觉得哪一款 最可呢 欢迎留下编号 那么同时必须再说一次 大家如果有好东西 有值得推荐的单品的话 记得在评论区告诉我 那我也会去 一一看完大家的评论 去做功课 来选择一些 值得上节目的单品 希望节目 记得上连 我们下节目再见 加入观点片